由于金融支持者格林希尔资本公司破产,导致自由钢铁陷入危机,英国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帮助企业脱困,但国有化的可能性很小。自由钢铁在英国有3000名员工,公司周一表示,计划出售三家非核心工厂来筹集资金。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,德国最大的两家租房上市公司,沃诺维亚和德意志沃恩将通过180亿欧元的现金交易合并,创建一家在德国拥有超过50万套公寓的公司。该合并引发了对于租户权益和租金上涨的担忧。 日本是否如期举办奥运会的争论持续不断。日本前央行董事会成员九重校秀预估,如果取消奥运会,日本将损失1.8万亿日元。 但如果因奥运会导致疫情超级传播,对经济的影响将远大于这一数字。去年全国出现的第一个紧急状态,造成6.4万亿损失。 因此,因从能否管控感染风险来决定是否举办奥运会。 新唐记者杰森综合报道。